为澄阳我国历代文物之美 中华邮政以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 明边文静三有百情图古画为主题 发行古画邮票 规划小全章两章 其中一章首次以私捐材质印制 凸显画家工笔细腻 色彩丰富的笔触 故宫典藏的三有百情图古画 是明代花鸟画家边文静的代表作之一 中华邮政发行古画邮票 吸引不少集邮者跟陆克抢购 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这是第一次发行 用丝捐材质印制的邮票 古画中的鸟 有些栖息在地面 有些在枝头显得深意盎然 虽然名为百情 实际所画鸟类只有97只 以摆为名是取吉祥树 象征吉祥丰富足的意思 台湾是第一次发行 很有意义的 应对也很好 不容易了 因为这个故宫每一年都会出一套 故宫主题的 所以这一套一定都会大家都会收 那刚好他这一次出了一百万套 所以大家都会有机会买得到 故宫古画邮票 向来深受极油迷的喜爱 极油市场预料 也将掀起一波收藏热潮 新唐的雅塞电视城 卫模张远亭 台湾台北报道